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林口的竹林山观音寺旁 大约1300平方公尺的国有地 在蔡淑君议员的争取下开辟为公园 并且规划分为可食地景区 以及亲子游乐区 除了为当地增添绿意 也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亲子活动空间 林口乡亲们现在又多了一个 适合亲子游气的好去处 是原蔡淑君争取在林口竹林山观音寺旁 将原本冷冰冰的水泥停车场 摇身变成小而眉的社区花园 非常适合附近民众亲子活动的场所 林口竹林山观音寺旁的一个公园 那这边呢在一开始呢 就是一个被人家占用的停车场 后来跟相关单位 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 我们的新工处 还有我们的景观处 包含区公所 那大家讨论的一个结果呢 就把这边就变成一个公园 分成两个公企 一边前面呢 是农业局在做的可食地景 那放了一些小型的邮具 那这一边呢 由新工处来做的一个公园 那里面有很多的体健设施 跟休息区 市医院萨淑君表示 这片面积约 一千三百平方公尺的国有地 为了土地活化 让附近民众共同享用 向市府争取开辟为公园 并规划分为 可食地景及亲子游乐区 除外当地增添率意外 也为附近居民 提供亲子休闲活动的空间 目前这些邮具呢 有别以往的罐头式邮具 改了很多 就是比较多功能型的 包含那个是弹跳的部分 训练各位的一个角力 然后这边呢 就是要亲子一起互动的 一个旋转盘 然后这个单杠呢 就是有高有低 让孩子能够训练自己的一个平衡 那包含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呢 再来这边是老少咸宜的 一个好地方 公园内设有造型单杠 弹跳网飞轮及旋转盘 等多样化的修气设施 适合各种年龄层的民众使用 公园内野归画步道及座椅修气 与树形优美之桥木及灌木绿化 除去观赏效果外 更兼具自然遮阴的功能 只要讲与小朋友同乐之余 也能放松身心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林口采访报道